哈嘍大家好,我是罗十五 今天的死神人物誌将给大家带来的是 直播加分家的家主 黑棋一户的搞怪老爸,黑棋一星 黑棋一星,原名直播一星 是原五大贵族直播加分家的当家 同时也是东师郎之前的前任史方队队长 年轻的时候留着黑色的短发 身穿死霸妆以及队长与之 腰间挂着他的斩破刀,掩跃 在现世的中年时期则有些发福 发型依旧是黑色的短发 不过脸上却因为岁月而蓄起了胡须 着装也变成了正常的现世西服 因为开了一家诊所 所以偶尔也会穿上一件白大褂 性格大大咧咧,爱搞怪 不管是年轻还是中年 都是让人头疼的存在 对医护的母亲真宵,用情置身 经常亲吻墙上真宵的照片 黑棋一星成为队长的时间 应该是平子等人被懒懒虚化 逃离失魂界之后的时间 在担任队长期间 就经常因为翘班被副队长乱举教训 还经常将自己手头上的工作 交给时任时番队第三席的东师郎处理 美其名曰是在培养东师郎 让东师郎无比头疼 小小的年纪就要开始照顾自己的队长和副队长 在某一天,东师郎向一星报告 明牧师和那都市都有猪渣死神突然暴毙 并且死因不明的事情发生 察觉到事情严重性的一星 将工作完全托付给了乱局和东师郎之后 就自己一个人前往县市调查 在调查中,从猪渣的死神口中得知 每封雨夜必有死神暴毙 而当天恰好就是雨夜 一星让实力较弱的两名助渣死神离开之后 便自己一个人开始等待对手的出现 途中还爆发自己的灵压作为诱饵 想要以此引出幕后的黑手 果然把蓝染制造出来的须白给引了出来 但同时也将自己暴露在了蓝染的监控下面 纯然不知的一星 在须白的一番战斗与交涉中明白 须白并不会回答问题 于是便直接使解、燃烧靶、掩月 想要在此直接将须白斬杀,结束这一事件 但却被蓝染穿着隐藏灵压的黑斗篷 从背后砍了一刀 因为伤口太深导致灵压不稳 无法使用万劫 在与虚白的战斗中处于劣势 虽然利用月牙天冲 砍掉了虚白的一条手臂 但依旧不是虚白的对手 在危急时刻 被身为灭绝师的真销所救逃过了一劫 但也在虚白自爆的时候 为了保护真销在手中创 在回到失魂界数值的时候 为了保护身为灭绝师的真销的身份 一星则做了有关虚白的报告 将遇见灭绝师的事情隐瞒了过去 结束束着回到对手的一星 一直心心念念 想要向救自己一命的真销道谢 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 便再次留下字条告知乱局 然后独自一人偷偷地前往现世 正好遇见了暴之因为虚白的攻击 导致身体发生异样的真销的龙弦 在一星与龙弦的争吵中 蒲原先生带走了两人 并且告诉了他们 真销的情况是属于虚化 想要完全复原是绝对不可能的 目前能做的就只有保住性命 而保住性命就需要一星进入到遗骸当中 成为介于死神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存在 并利用自己强大的灵压 使客留在真销身边 抑制住他体内虚化的力量 但后果是一星将会就此失去死神之力 变成一个普通的人类 直到真销死去 为了报答真销的救命之恩 一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进入遗骸与真销的魂魄连接 成功在虚白的力量中将真销救了回来 在失去死神之力后 一星在不愿的帮助下 在现实开了一间小诊所 并且在真销离开十天家之后 与真销日久生情结成了夫妇 一虎也在不久之后便诞生了下来 在真销因为有他的身别死亡之后 一星渐渐取回了自己的死神之力 但他并没有立刻就恢复身份展现出来 而是继续默默地作为普通人类 陪在一虎、夏琳以及游子身边 即便知道了一虎死神的身份 以及魂的存在也没有暴露 只是默默地观察者 知道魂因为被破面攻击 唤醒了身上的护身符 一星才展现出了自己死神的身份 并且一登场就掌杀了袭击魂的破面 除了击杀袭击魂的破面之外 一星还和道场的普元 讨论起了蓝染的阴谋 以及重新出现了假面军团的事情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 假面军团在失魂界的历史中 已经被化作了反叛者 并且普元也没有将当年的真相告诉一星 导致一星认为 凭这等人会是蓝染计划的一部分 是非常危险的存在 在一护等人前往虚圈解究竟上的时候 一星短暂的出现在了龙贤的修炼场当中 与龙贤进行了简单的对话 让龙贤知道了自己已经取回死神之地 在空座厅大战中 在一护即将被蓝染的话语攻破心理防线的时候 一星第一次以死神的身份出现在了一护面前 阻止了蓝染对一护的洗脑 在一顿暴力操作 将一护带到了隐藏灵压的结界当中 负责二人在一番胡闹之后 在相互的理解中 重新投入到了与蓝染的战斗当中 一星一上来 就用一记鬼弹而将蓝染弹飞 只不过并没有对蓝染造成太大的伤害 还在与蓝染的对话中 得知了假命军团以及绷役的真相 在蓝染开始第一阶段的进化之后 与蒲原以及叶一一起和蓝染展开了对战 先是和蒲原一起 使用灵子锁链锁住蓝染 让叶一从天而降进行突袭 只可惜三人联手 却依旧不是蓝染的对手 即便全都使出了自己所有的技能 一星的月牙天冲甚至帮助蓝染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进化 三人也被彻底击到在地 在蓝染前往真正的工作厅的时候 一星带着医护一起进入了断界 发现了G2已经被蓝染消灭 没有那么快可以重生 于是便利用自己的灵压使用接近固定 让医护利用断界于外界时间流逝的中间差 学习最后的月牙天冲 在灵压几乎耗尽后 被洗得最后的月牙天冲的医抗到了线市 暂时性地结束了自己的戏份 在玩线术片中 为了帮助医护恢复死神之力 一星和普元带着能够收集灵压的灵刀 再次回到了施魂界 请求护停13番对众人协助 然后带着鲁奇亚回到了县市 用最初的方式帮助医护取回了死神之力 在千年雪战片中 一星并没有任何的表现 只是在医护断刀失败回到县市的时候 将医护的身份 以及母亲死亡的真相全部告诉了医护 然后便是在医护等人前往灵王宫 讨伐有哈巴赫的时候 和龙贤一起 借着石田忠贤的通行证潜入到无形帝国 将用因圣别而亡的灭血尸体内的银血栓 所制作的箭头交给了石田 帮助他们打败了有哈巴赫 就这样结束了自己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所有戏份 从一星在整部死神作品中的整体表现来看 作为人物大贵族之一 直播家分家当家的他 所展现出来的战斗实力 与护停13番对众为队长比起来 应该是处于前列的存在 至少在我个人看来 他跟花姐 福祖 以及春水 应该是同一个档次的 比白再等人都要跟上一层 毕竟他是能够直接与蓝染过招 并且是全剧中 唯一一位受到蓝染夸战的存在 还有从他对掌破刀的了解程度 对最后的月牙天冲的了解程度 可以清楚地知道 他与掌破刀的对话 早就超过了众多的年轻队长 实力即便是放在原先当队长的时期 也绝对是上层的存在 除了战斗的硬实力 他能够当上分家的当家 他的智商 以及处理事情的能力 肯定也是顶尖的存在 他能够在看了一眼报告之后 便判断出发生在县市的死层暴毙事件 是有多么的严重 立刻独自前往调查 在得知虚白没有语言能力之后 也是果断准备将其掌杀 在蒸消被虚白吞噬的时候 也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与蒸消的魂魄连接 从而救下蒸消 在重新取回死层之力后 也没有召集暴露 而是潜伏了起来 一步一步的繁范的蓝染 还和龙贤一同知晓了 千年前灭绝世的真相 查清了蒸消死亡的真相 由此可见 作为当家的一星 除了拥有果敢大胆的决断力之外 也拥有常人所没有的细腻 让他做事情 在放得开的同时 也能够收得回 不过从他在救蒸消的过程中 可以看出 一星的智商以及城府 相较于蒲原 蓝染 乃至春水等人 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所以才会在蒲原解释灵魂连接的时候 直接打断蒲原 靠着自己的直觉 以及果敢大胆的决断力 果断地救下了蒸消 主角黑棋医护的父亲 这也是一星在整部作品中 被受关注的原因之一 可能有人会觉得 一星从医护成为死神的那一刻开始 就知道了一切 却没有告知医护一切真相 以及帮助医护成长 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 但在我看来 这恰恰是一星最负责任的表现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医护的路需要他自己去走 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医护全部 那么成为死神的医护 恐怕会用自己的力量 去为母亲复仇 从而用偏了自己死神的力量 所以让医护在众多的事件中慢慢前行 也许才是对无意中 获得死神之力的医护 最好的帮助 并且彼时的一星 虽然知道一切 但却并没有完全取回自己的死神之力 如果怒乱地告知医护一切 非当没有办法为医护提供帮助 反而会让医护因为自己的暴露 过早地遭遇懒然的毒手 如果一星真的是不负责任的存在 那么他也不会在争消死亡之后 独自已人抚养三个孩子 让他们全部都能够健康地成长 即便他总是用一种很傻的方式 与他们相处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星的特色 他从在失魂界当队长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状态 总是一副疯疯癫癫的模样 但实际上却对一切了如指掌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理方式 才没有让他在暴露身份之后 与医护产生过大的隔阂 反倒是得到了医护的理解 让父子间的距离 悄悄地拉近了一步 并且在一星与医护在争消目前的对话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 一星多么希望医护 能够作为一个人类 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 不必卷入到失魂界种种的纷争当中 请求普遍帮助医护恢复死神之力 也是因为看着医护因为失去死神之力 而陷入痛苦当中所做出的无奈决定 所以总的来说 一星作为一个父亲 是相当合格的 即便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但他也很好地尽到了自己的医务 介入了医护自己最深厚的爱 一星在整部作品中 最让人遗憾的地方恐怕就是 他作为直播家分家的当家 这个身份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描述 只是被酒保老师简单地带过 因为从漫画中 我们大概可以分析出 在一星还是队长的时候 直播家并没有完全没落 还是作为贵族的一份子 活跃在失魂界当中 可是在一星离开失魂界之后 直播家却直接没落 推出了五大贵族的行列 甚至连一个普通的贵族都比不上 只能流落到流魂界 人数方面 作为贵族也是极其不合理的存在 整个直播家除了已故的海燕之外 就者剩下本家的空壑以及研究 分家更是直接消失不见 可见直播家在一星离开之后 是发生过重大动荡的 并且是近乎团灭的动荡 以至于在一星将一个分家的当家失踪之后 都完全没有人出来寻找 这一点直到整部死神作品结束 酒保老师都没有进行任何的描述 我想 假如酒保老师能够将这一部分补充完整 那说不定 一星与一护的身世 还有更多的惊喜 甚至可以了解一星为何能够知晓那么多的事情 能够知晓整个失魂界 没有人提及的最后的月牙天冲 让一星的整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不过这也可能是酒保老师 为了让一星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来引起我们对一星兴趣所做的布局 在视频的最后 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位搞笑的老爸 实力超群的主角老爹 黑起一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有什么缺漏 或者说的不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 如果觉得我视频内容还行的 请记得微博点赞订阅 我是十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